一会儿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听到一个好消息 什么消息 俄罗斯媳妇呕吐吃不下饭去医院检查 难道是怀孕了 这不自从从索契回了远东之后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担心俄罗斯丈母娘的健康状况了 这两天娜娜一直都感到不太舒服 不仅每天早上起床就想呕吐 就连她以前最喜欢吃的 我做的红烧肉的味道也闻不得了 刚开始我还以为她可能已经习惯了索契的气候 所以回到远东有点水土不服了 但是娜娜跟我说 她以前得急性肠胃炎的时候也是这种症状 看到娜娜这么难受 我立马就预约了当地的私立医院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到了医院 该说不说 俄罗斯私立医院的服务比公立医院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我们刚到没多久 不用排队 就给娜娜安排了咽血 咽一下血就好了 这刚抽完血 娜娜又跟我说 医生还安排了她去看妇科 当时我就有强烈的预感 这是要当爹的节奏啊 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 陪着娜娜去了妇产科 但是这小丫头好像没往那边想 还在一边没心没肺的啃着大脸巴 好不容易等到妇产哥医生叫娜娜进去检查后 我在外面坐立不安 其实那一刻 我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 既紧张又激动 但更多的是期待 终于经过漫长的几分钟 娜娜从里面出来了 还一脸神秘的 好 相信这种宝宝 这样的眼睛 咱去看你 与一下 都可以戴了 不能让我 我去看你们 就像我马上 所以我们 不放过那个 不放开 我只会 我也想这样 这种柔车 用 证实际el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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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